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有生活当中的连接 但是他就会去关心一个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这一切都来源于生命当中的本能 因为我比他大很多嘛 然后精力也很多 之前就是家庭压力 还有工作压力 我之前也是患过抑郁症嘛 当时我那时候应该是20岁左右 那时候就是对这个病的认知还都不是很高 后来到了30岁左右 就是那段时间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然后还有家庭各方面压力都很大 后来就是因为身体有了反应嘛 就是每天都会状况不好 每天都会哭泣 然后有不好的想法会想不开 就是想轻声之类的 后来我就赶紧就放弃了工作 也是去了北京 然后做了系统的检查 确定中度抑郁和中度焦虑 这些年我现在情况很好很好 我就觉得不管是发生多么不好的事情 都会过去的 我就是希望他自己能坚持一下 你想勉励的 对 这些话对你有作用吗 有 就是我内心的姐姐就是那种我特别敬佩她 而且就是长得特别漂亮 心眼好 就是因为我姐把她的经历告诉我之后 我感觉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难的时候 但是只要坚持过来就好了 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要勉励对方的方式就是告诉你 我也曾经怎样过 是 所以你就转变了心态是吧 还有就是通过我姐的这个经历 她告诉我我转变了一些 但是我姐就是为了我确实也费了不少心思 就是就怕我想不开的那种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姐开车带着我去看一个姐姐 这个姐姐她老公是一个身高一米九的人 她的智商只在两三岁 因为她之前就是在就是船上工作嘛 掉到那个甲板上 用那个缆绳把胳膊打掉就是打掉一只 然后她这个就是她的这个脑袋也做过看罗手术 这个姐姐每天就是这么精心地照顾她 去了以后我感觉就是这样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就是这个姐姐都给她活下去的希望 而我是一个健全的人 就这样被病毒打倒的情况下 感觉自己也挺窝囊的 所以就是我们在那个姐姐家回来以后 我姐姐就跟我说小门你一定好好活着 就跟我说了这一句话 我感觉自己要是再有那种轻生的念头 就对不起我姐姐了 所以后来她发生了一些什么转变 我觉得后来她转变还是挺大的 她心结打开了嘛 然后就是慢慢的就开始直播 然后打扮自己也开朗了嘛 她不找你学文媒啊 对啊就是跟我学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一些东西 就开始积极了 对慢慢的积极 除了学会打扮了之外还有什么转变 就是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去送货忙 要搬很重的东西 最累的时候一天能搬到两千多斤 搬什么东西搬两千多斤 仓库的那种就是装货 谁要的货给谁送去来回的搬 一天要搬两千多斤 对最多的时候搬两千多斤 每天起码都得搬几百斤以上的 就是这种 那会自己主动去看孩子吗 会 以前为什么不去 以前感觉 怎么说呢 特别自卑 害怕逃避 就是对不敢去 现在就是特别坦然的去 到时候想孩子了呀 就去看看他们 甚至把他接到我身边来 就是这种 再就是通过直播 然后把自己的看孩子经历 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 可能没有生病的人 不会懂就是生病人的内心的痛苦 那种自卑 因为我是从那个时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经历传递给他们 让他们不要有轻胜的念头 好好活着 再就是我姐 我们两个去做公益嘛 去看望那些 顾寡老人 帮他们打扫打扫卫生啊 给他们包包饺子呀 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幸福的事 因为活到今天有这么好的心态 当然就是功劳 我姐也有很大 再就是我父母对我的不离不弃 加上我快手上这些粉丝 给我精神上的帮助 我更要去回馈社会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现在稳定了没有 就是挺好的 稳定了 没有恶化 对 还在继续治疗 就是 嗯 现在就是 不是特别劳累的情况下 我就不吃药 就是这种 那你怎么找到我们的呢 也是通过这个快手平台 那天 只要看到小吴编导在那直播 因为之前就关注这个节目嘛 也很喜欢看 谁在直播 小吴编导 吴止汉是吧 对是 吴止汉都允许他直播吗 特别好 就是 那天正好碰到他直播 然后我一想 呀 要是谁想感谢的话 还能连迈 还能去 我以为你是这样想的 哇 都这样都能直播 没有 我更有生存的欲望了 没有 我要好好活下去 我就想 要不然 我也报名和我姐一起去 就这样我们就 报名就来了 来 吴止汉拿的话筒过来 嗯 我要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这些可爱的编导 这就是刚才他所说的小吴编导啊 是 你看啊 大家好 好 你觉得是什么力量 直播当中的哪一个画面 你身上的哪一种特质激励了他 我觉得就应该就像陀佑老师刚才说的 可能刚打开直播看到我 哎呀 可能看不下去了 但是可能刚进来多待个几秒钟 听到我说的话 也许他就会被我们这种正能量 你都说什么了 我会说 就会讲一些我们曾经的节目中的故事嘛 哦 然后也许他们听到一些会有一些感触 那以后多多做一些正能量的 好 一些直播 是 没准能够让更多的人生活大方异彩 对 笑一个 好去吧 所谓的那句我们经常听的话 人间有大爱 大爱无疆 如果幻化为生活当中的细节 大概就是这些事情 来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他们想对你们的故事做出什么样的点评 其实我们在帮助别人 就是在帮助内心当中 曾经无人帮助的自己 对 就像姐姐 她曾经有过抑郁症 那是一个沉寂下来的一个心理疾病 而那个沉寂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孤独漫长 挣扎的一个过程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无数次的想过 可能你的生命当中 黑夜当中 有人也能为你点亮一束光 所以你在帮助她 也是在证明 脆弱的软弱的无助的 悲伤的恐惧的等等 这一切的东西 只要我们有勇气 她是能够去面对 能够去度过的 但我觉得妹妹其实 如果你内心当中 没有对于生命的一种渴望 没有对于勇气的 这样的一种内在 其实的拥有 那可能姐姐的出现 也无法唤醒 其实是因为你心里有 她才能把她 再一次的给她放大 所以只要我们 能够去守住内心当中的 这样的一份勇敢 谁知道明天会有什么 但是如果你不守住 那就可能没有明天 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 祝你身体能够 越来越健康 祝姐姐能够快乐幸福 谢谢 谢谢老师 老天爷给了你很多的考验吧 但是同时我也觉得 老天爷给了你很多眷顾 最大的眷顾 就是派了燕红这个门 一个姐姐来到你的身边 是 天使 为什么说她是天使 因为她的方法特别高级 高级在她一步一步的 给了你一颗心 信心 对自己有信心 对现在当下有信心 对未来也有信心 但是为什么她今天可以 带着光环的形式 出现在你面前 就正是因为她经历了 那么多的不幸 她有磨难 磨难才让她懂得了坚持 努力珍惜等等 一切的我们所说的正能量的词 所以她才以天使的形象 出现在你的面前 她再次告诉了你 丽梅你也可以去做天使 你现在不是一样吗 不是有很多需要你帮助的人 你在帮助他们吗 你也是他们的天使 所有的爱的传递就是这个样子 生命绝不只在眼前 还有很多的期待 很多的努力值得你去做 你还可以去给更多人温暖和希望 就像姐姐为你做的那样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身体健康 谢谢了 谢谢你们来的 谢谢 告诉你三个词 第一得努力 上天只帮助自助的人 第二一个 人这辈子真得有贵人 他是你的贵人 互相成全吧 他在帮助你的时候 他也在帮助他自己 他给你有强烈的共情 而且你们一到努力 现在把日子过得更好 这就是成就 运气不可奢求 但努力和贵人 是可以争取的 也许一生不至于活得牛如土壘 但我们可以享受到 平凡的开心和快乐 你们的成长对我们的帮助 有很强的疗愈价值 我们做了好多期 疗伤的节目 其实大家都有病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要 只要我们努力 只要我们永不放弃 只要我们内心中那个火光 希望的火光 永远永远的点燃着 生命无论长短 都会有光芒 微光依然可贵 谢谢你们到来 祝你们友谊第九天长 越活越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接下来有什么话 给你的姐姐说 谢谢你来了 姐姐 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不能站到这里 也不能这么坚强地活下去 你是我最敬佩的人 也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平时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心里有 但是 可能表达方式有错 有的时候也会惹你生气 谢谢你包容我的坏脾气 这几年 你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 让我真正感到了 活着是真的挺好 活着真有意义 所以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就要大声地告诉你 姐姐 谢谢你 妹妹 我觉得所有的磨难 苦难 都会过去 一定会云开雾散见阳光 姐姐会陪你走过以后的 每一个春夏秋冬 姐姐爱你 很爱你 来看看她送给姐姐的礼物 来 诶 怎么送过枕头啊 我姐的工作比较特殊嘛 她是一个文秀师 就是她的颈椎不是很好 就是她的颈椎不是很好 她经常颈椎疼 所以说我感觉以后有了她 她的颈椎就好一点 也可能随时把这个颈枕带到身边 我会想着她 希望姐姐安枕无忧 但你就是姐姐的忧啊 没有没有 其实人生当中有点忧挺好 就是有点忧愁 反而能够让你在生活当中 更加期待 如何去通过排解忧愁 而得到更多的快乐 别的不多说了 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图蓝老师 经常跟孩子待一块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姐姐 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不能这么坚强地活下去 姐姐会陪你走过以后的 每一个春夏秋冬 姐姐爱你 很爱你 不是所有人都像她那样 会遇上一个姐姐 所以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是 如果没有这样的姐姐 你要做自己的姐姐 你不能放弃自己 说实在话 你活得怎么样 跟别人没关系 你活得好 活得差 都跟别人没关系 但你身边最重要的那个人 就是你活得好的快乐 你活得不好 她跟你一起不快乐 如果有这样的姐姐 请永远不要忘了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 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